狗狗在草地上奔跑 玩耍 探险 这里是屏东河滨宠物公园 修展过的围里及设备 看起来相当新颖 就连平日也吸引不少宠物四主 带着毛小孩来运动 因为这里没有大车子 然后对他们来说安全很好 常来 常来 每个礼拜都来 而且设施也很好啊 比如说那种狗狗要是大便的话 也有东西可以让我们解释 因为这里比较安全 然后环境也都是有人在整理的 他就很自由地在那边跑动 但也不会有受限制 然后也可以来这里交朋友 这座宠物公园占地0.2公顷 以训练设施为主 包括水泥寒管 跳高轮胎 浪撞栈道 高低木架等 假日毛小孩多 空间会显得较拥挤 因此县府再投入330万元 将公园扩充为0.6公顷 预计今年4月完工 在这个基地之外呢 其实我们在连接后续 也扩充了大概 0.3公顷左右 到0.4公顷左右的一个 它的第二个扩充的一个园区 应该算是连在一起 那不过这个地方 因为它不能用这个永久性的威力 那我们只能用这个可拆式的威力 所以那个费用比较高 农业处长郑永居表示 原址扩建宠物公园 朝设施减量增加绿地空间为主 并保留翻转式金属围离 以保护毛小孩安全 公园内也有洗手台 遮阳棚等 针对四主设计的设施 而出扩建和平宠物公园 目前农业处正着手密地 计划在平中区 筹设第二座宠物公园 盼能提供更多四主及毛小孩 安全的踏青环境 评论新闻 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